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请听哈佛管理学 那这一周我们谈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 我们通常会谈向上管理 或者是领导也就是谈向下管理 那我们这一周呢 谈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横向管理 就是有很多人跟你可能没有利害关系 根本也不是你的上司或部署 他可能是跨部门的同事 你可能有协作 可能也没有任何协作 但是呢这个横向管理 就是甚至可以跨到其他外面公司外面的人 就很关键 在我们的职场的发展里头 这个代表是你的人脉力 代表是你的影响力 代表是你的连结力 所以对一个人呢 在职场上的成长 或者是未来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越来越往上走呢 还是蛮关键的 所以呢我们这一整周就来分享 这个如何做好横向管理 简单讲呢 就是如何管理你的人脉力 你的影响力 你的说服力 让你的盟友越来越多 那周一跟周二呢 我已经分享了一篇呢 这一篇文章蛮特别的哦 他收录在哈佛商会评论百年经典文集 那一本专书里哦 那是我们去年哈佛商会评论一百年的时候 特别出版的一本专书 那那篇文章的篇名叫互惠 让同事赞同 主要就在谈说哎怎么样做好横向的跟你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之间的管理 一共有六个原则啊 所以如果你漏掉的话 请你再回去回听 那我今天呢又找了一篇文章啊 叫建立啊 敌军联盟 基本上就讲说你如何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盟友 Making your enemies your allies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罗伯西尔迪尼 有没有觉得很恶熟呢 因为他是昨天跟前天我分享那篇文章的共同作者 同样一个作者了 所以显然还是这一个领域啊 这个主题的权威 那不过呢 在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 我还是要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再提醒各位听众哦 今年已经是9月27号 本月只剩下4天 那HBR的繁体中文版呢 是在2006年的9月创刊 所以明年的9月呢 也是我们的周年庆档期 也就是全年最优惠 所以呢 我还是在倒数4天的期间呢 提醒我们各位听众哦 我们的最优惠只剩下4天哦 现在呢就到说明 点击我们的订阅连结 你就可以享受一年365天 只剩下这4天最优惠哦 你如果定一年的话 我们就会送你三起 定一年数位版呢 我们还送你三个月 那么之后呢 还会送一本AI的趋势专输 所以是全年最优惠的时间 请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哈佛领导者学程 历经时期好评不断 全新改版再进化 更全方位的认知拓展 更深刻的四边交锋 更真挚的共学情谊 都在HBR领导者学程2.0 深究12个不同决策关键难题 大力强化您的决策系统 提高您的决策胜率 如果您也想体验 源自于哈佛商学院的 哈佛商业评论HBR 短个案系统训练 与50位以上的企业关键带领者 共同拆解各种困境 强强联手照到入境与解方 立即点击说明栏连结 抢占限席早鸟七五折优惠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欢迎报名10月26 晚上HBR领导者学程台北说明会 其次有限 洗满截止 诚挚邀请哈佛精英 共同破解变动世代下的可行路径 透过哈佛式个案教学 灰散勿卡迷雾 精炼你的领导决策力 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 建立敌军联盟 也就是把你的敌人 如何把他变成你的盟友 那作者呢 我刚刚有提的叫 罗伯西尔迪尼 他是亚利桑那州心理学 名誉退休教授 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之前除了教书之外 他也是一个行为科学家 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作家 还有一本书在台湾也有翻译 包括影响力 让人乖乖听话的说服术 他同时呢 也是一家公司的总裁兼执行长 专门在举办各种培训的课程 那这家公司叫Inference at Work 所以他应该是工人的影响力科学的权威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这篇文章 建立敌军联盟呢 他主要就提出了 有三个方法可以把敌人 你在职场上 你在公司里 你在办公室内的 可能对你不友善的人 对你有敌意的人呢 如何化解他们的心法 然后变成跟你有共同利益的盟友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上班族都要学习的一个技巧 那你可能是用在平行的关系 有时候呢 可能用在上下的关系 所以他这篇文章呢 特别举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然后呢 谈到这个真实的案例 用了什么技巧呢 来化解同事对他的敌意 那之后呢 他们寻找到共同的利益 然后可以建立盟友的关系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就是有一个空降的主管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当过空降 或者看过空降 事实上你如果空降 到某一家企业去担任主管 通常呢 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 因为大家都等着看 那你是有什么本事 那你是多厉害 那我们公司原来已经有谁谁谁 如果你没有来 那个谁谁谁 就是这个位置啊 那你怎么来抢了别人的位置呢 来抢了我们原来老同事的位置呢 所以其实呢 可能老板重金礼聘来的 更让人家讨厌 因为呢 你还花那么多钱 我们内部员工可能薪水都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礼聘来的薪水又更高 可能还配车啊 配什么的 所以呢 就充满了很多的敌意 所以你一开始呢 可能去到一个公司 空降过去呢 你就面对一堆人呢 看你的眼神呢 都是奇奇怪怪的 一堆人呢 也等着看你出球 一堆人呢 也等着看你 那你有什么战功呢 看你有多大本事啊 基本上他就谈了一个空降主管的例子 那么这个主管呢 叫约翰克伦德林 这真实的故事啊 他接下了全路 零件耗材部门的管理职 而且呢 是这个部门的第一个管理职 那么他呢 事实上非常的年轻 他才刚刚从商学院毕业 那么你看他就是 也没有在这家公司服务啊 还相当的年轻啊 他到公司去报到的时候 大家也是看他 跟原来的员工都格格不入 比如说一般的同事呢 老同事呢 都穿了个灰黑色的衣服 传统的灰黑色的衣服 可是他就穿了非常粉红的衬衫 跟棕色的西装的打扮 所以打扮得很时尚 那跟他们传统那种比较保守一点的 比较颜色比较灰黑色系的 那个老同事啊 都完全的不一样 那他空降到这个部门呢 他就是要负责带领这个部门 那部门里呢 当然就有蛮多员工的 有一些人呢 都待了好一段时间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人待最久 他已经待了20年的 一位资深员工叫汤姆纲领 那同事呢都认为说 哇你如果不来 你这个约翰克伦德领 约翰我们就叫约翰好了 约翰呢 如果没有来这家公司报到 这个主管位置应该就是汤姆的 汤姆在这里待最久啊 那你这个约翰你懂什么呢 你对我们公司也不了解 你才刚大学毕业 你也没有技术 少不更事 你凭什么来带我们呢 而且如果你不来 汤姆一定就可以升上去当我们的主管 所以呢 约翰呢 刚到办公室那几天呢 他都觉得说 好像大家看他眼神都怪怪的 然后呢 好像都在窃窃私语 或者是很不自然 然后他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体会到说 原来他们那个时候 他总是你先到一个办公室职场 你可能人际关系啊 这些复杂的 这些原来的人脉网络 你可能不熟悉 一段时间后 他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都认为 如果我没有来的话 就是汤姆当主管 汤姆呢 已经在这里待了二十年 更何况他可能也有一些优点嘛 可能技术啊 一些服务啊 也是做得不错的啊 不过呢 可能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汤姆 可能有一些能力上啊 或者是沟通上 或任何问题 这篇文章还没讲啊 就是说老板就没有升他嘛 因为有的时候老板看员工 他有的时候看到员工的一些缺点 或罩门 他也不方便到处讲 那个汤姆不行啦 他这里问题那里问题 所以他不能当部门主管 也总要给他面子嘛 所以同事也搞不清楚说 到底汤姆 适不适合当主管 总之老板呢 这公司老板就找了约翰来嘛 那他一定觉得说 你这个少不更事的 刚毕业的 一定有某一些策略的能力 思维的能力 或者你有更宽广的眼光 可以来带领这个部门嘛 所以有时候老板也不会把 其他同事的缺点 糟告天下嘛 所以同事可能也不了解 就误会 误会说老板偏心啊 或者是 汤姆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申请他 所以他一段时间后 他就开始 他就慢慢了解说 大家都在为汤姆抱不平 汤姆已经来很久了 所以他面对挑战就是 他怎么样化解 这个部门的 那么多人对他的敌意 尤其是这个 原来跟他认为是 跟他有竞争关系的汤姆 汤姆呢 对他敌意应该是最深的 因为他会觉得 如果你没有来 就是我啦 我就是现在你这个位置啊 所以你抢了我的位置嘛 所以对他敌意最深的 应该就是汤姆 所以他怎么样化解 那么多人 甚至是汤姆 对他敌意 而且他也有一定的了解 他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那一定要汤姆的配合啊 一定要部门同时的配合 所以化解这个敌意 化这个敌军 为联盟了 是对他未来的发展 也是很关键的 所以他就必须要 花一些力气去想 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一篇文章 当然这个作者 他就经过很多的研究 就提到三个方法 三个步骤呢 可以让这个敌军变盟友 而且呢 这篇文章的主角 约翰 也就是空降主管 也在这个作者的辅导之下 跟这个汤姆 怎么样进行 这个化解敌意的一些做法 所以这边讲了一些 很实际的案例 跟实际的操作的方法 我觉得还蛮有参考价值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来介绍 他的三个做法 怎么样可以化解敌意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转向 就是你要把敌人的负面情绪 把redirection 重新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 避免呢 这个情绪都冲着你来 那么空降主管约翰呢 就觉得说 他有清楚的认知 凡事呢 要找到那个关键人士 这个汤姆呢 是最自身的 他对原来的员工 是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他要化解 这个部门的敌意呢 就要从汤姆下手 汤姆呢 也认为说 是你约翰 抢了我的位置 所以他第一个 要变为盟友的对象 当然就是汤姆嘛 所以约翰呢 要怎么来跟汤姆和解呢 那这个作者就建议说 碰到这种 有敌意的状况 其实有一方 要先释出橄榄枝嘛 所以约翰 当然做一个主管 他也就释出了橄榄枝 那他就约了这个汤姆 来聊天 来谈一谈 一对一的谈一谈 那他也很有技巧 说你不要约在这个主管约翰的办公室 因为汤姆可能会不爽 这间办公室原来是我的 现在是你的 所以避开就到这个约翰的办公室 那约翰也很用心 他还特别去打听说 那这个汤姆喜欢午餐 因为商业午餐 要在外面吃 附近有哪一个餐厅 是他比较喜欢的 所以他就约这个汤姆去 汤姆比较喜欢的这个餐厅 他们就去那边 来进行一对一的聊天 那在这聊天里头 其实你也是被找来的空降主管 也不是你故意要来 这边当他的主管 也不是你故意要来这边 抢了他升迁的机会 你根本也不知道 你还没来之前也不知道 这个是你抢了他的升迁机会 所以一开始谈 这个约翰空降主管 就要让汤姆明确知道说 这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故意来抢他的位置 因为你根本也搞不清楚 他们内部的状况 所以他就跟汤姆说 不是我让你处在现在这个情况 让你觉得很委屈 让你觉得很委屈的不是我 而是可能是我们在上面的老板 或者是我们这家公司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公司的领导阶层的一些管理的决策 认为说现在可能我是比较适合的人 但是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让你难过 是整个决策阶层 或者是整个公司 现在的处境让你难过 所以你把我当成敌人 就蛮奇怪的 事实上我们应该可以一起吸手 来共同创造一些业绩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也会让你的表现被看见 所以他第一步就先理清转向 就是你要转移他对你的敌意 转移他对你的不理解不谅解 所以他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沟通 说不是我让你处一下这个情况 是整个大环境 是整个公司的决策 那么第二步就是你转移了之后 你要提出 那你可以给我什么优惠 我们有什么互惠 这个不是说一个交换 而是说因为你要赢得他对你的信任 或者是说你想要影响他 所以你要开始说 你来做这个工作 你会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可能你以前汤姆是很优秀的 可是上面的主管没有看到你 所以你来了几天之后 你已经发现说 他可以做些什么 汤姆可以帮部门做些什么 或汤姆可以帮新的空降主管 做些什么 所以他们就开始提一些互惠的 要求跟建议 说我现在开始会推动一些什么 那我推动这些什么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扮演什么什么什么角色 那你如果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会把你的这个表现 我会公开表扬 凸显你对我们的部门 或者你对我们公司的价值 所以在他们这个一对一的午餐会 这个约翰 这个空降主管 约翰就提出一个互惠的原则 就说他已经转移了 仇恨不要对我 接下来就提出互惠 第二步就提出互惠 他就承诺 承诺汤姆说 他会协助汤姆 在这家公司全路 培养领导力 当然我没有办法保证 你一定会升迁 但是我一定可以保证 在我当你主管的这个阶段 我可以培养你的领导力 我会提供你机会 让你提升你的领导力 而且让其他人 也可以看到你的实质的贡献 那这样是不是间接帮他 以后比较有可能被升迁 那所以呢 他具体提到的一些方式 是包括说 这个约翰空降主管 就给汤姆说 以后我会创造一些机会 让你可以参加高阶主管 层级的会议 比如说在这些高阶主管上 的会议里头 必须要做哪些报告的时候 我约翰 我就安排你汤姆去 让你有表现的机会 让你有能限度 让你人脉关系 可以拓展到高阶管理阶层去 所以呢 让你可以被看到 如果你真的很厉害 你真的有一些技能 过去可能不被知道 没有机会promote你自己 这就是我可以提供你的 最好的互惠的方式 来换取说 他对你不再存有敌意 所以这也是一种互惠 我提拔你 以后你现在不要反弹我 不要带领其他的同事 对我充满敌意 这样很难做事 那么第三个步骤 刚刚已经讲了 先转向 再来是互惠 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运用理性 就是说 你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绝对不要情绪化 那么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你提出来的建议呢 是很理性可行的 那这边有提到 说如果说在 午餐一对一的约会里头呢 约翰 这个昆江主管 没有对汤姆提出 实质的合作 货会的方案的话 只是在那边空讲说 我们就是聊一些五四三 没有真正的摊开来 然后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的话 可能到最后呢 这个汤姆回去 就会开始猜测 你这新老板是什么意思 他跟我讲那些 到底是什么用意 可能就彼此还会再猜来猜去 越猜对你越不信任 越猜对你越有敌意 所以这篇文章 当作者就提到说 约翰呢就运用理性 来跟汤姆谈话 那他运用理性的方式呢 就是说他也设了一个目标 他也告诉他说 以后你可以有机会 培养管理的能力 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让其他的高阶主管看到你 然后呢 他也很明确告诉汤姆说 我需要你这个伙伴 因为在这边呢 已经工作了 蛮长一段时间 你很了解我们部门的文化 你很了解我们公司的技术 你很了解我们业务的状态 所以我也是很需要你的 所以呢 第一步转向 第二步互惠 第三步运用理性之后呢 会促使你的敌手呢 开始用比较理性的角度 来思考 现在这个情况是怎样 我这个主管看起来 也还蛮理性的啊 还蛮讲道理的啊 他也会回去想一想 怎么做 才是对他最有帮助的 他后来会发现说 跟你合作是最好的 虽然这一次没有升到官 虽然这一次没有加到薪 可是以后呢 我只要跟着这个新主管好好做呢 下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了 那这个显然 这个空降主管约翰 还蛮会 蛮会用这个 如何把敌军变盟友的这个技巧 三个技巧 所以呢 他这边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约翰到了这家公司 全入任职期间呢 他就注意到说 公司的库存 存在很大的问题 欠缺效率 也就是各个单位呢 因为那时候全入是一个国际级 已经是一个国际级的组织嘛 全世界啊 或者是各个城市啊 自己管理自己的库存 所以整个公司呢 就有大量的库存 没有办法统一啊 中央来管理 那显示 大家可以这个彼此互补了 所以公司的成本就很高 所以呢 他就曾经在 还没有大老板 指引长 公司的指引长 还没有说 我们要好好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在有一次会议上提出来说 我们这个库存啊 应该要总部啊 统一啊 管理啊 不要各单位啊 各个 比如地区的主管 在决定这件事情 那各地区的主管 他总是在自己的 比如说辖区内 保留一些库存 一定有他的道理嘛 他觉得说 如果缺货的时候呢 随时都可以补上嘛 可是就变成 公司整体家 就是过多的库存 所以呢 当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违背了各区啊 副总 或各区总经理的一些意思嘛 所以他一提出来 这个想法的时候 哇 就马上被否决了 说啊 你这样子 没有接地气啊 你不了解我们各区经营的 一些实质的问题啊 跟困难 反正就马上遭到很多反弹 所以后来呢 也刚好碰到一个机会 就是 公司的大老板 指引长 也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对公司的话 这个成本实在太高 管理实在不当嘛 所以他就 公司的大老板就说 我们有什么样可以方法 可以做好更好的资产的管理 他当然不止库存啊 还包括其他很多垢面嘛 所以这个空降主管 约翰呢 又想到他的想法 可是呢 他这个时候 就不再贸然地提出来 他就善用了 这个三个步骤 和解的三个步骤 转向 互惠 离性 所以成功地把他的方案 推销出去 可以落实 那这边我让结尾 蛮戏剧性的 就是说 这个几年之后啊 这个约翰 这个原来的空降主管 就自己成立公司 叫国际物流公司 那在他的公司里头 他主要的创业合作伙伴呢 就是一开始对他最有敌意的 那个汤姆 那么投资他最多的是 一开始呢 也反对他这个资产 库存不要过多 这个各区的副总裁们 当初是最反对他的 后来呢 是投资他最多的 所以呢 这篇文章就出现一个 蛮特别的结尾 蛮有转折的结尾 还蛮有趣的 所以这篇文章呢 主要就是谈这个整个约翰 怎么样善用 这个和解的三个步骤 三个方法 来建立他的盟军 有一天他创业的时候 当初反对他的人 都是他最坚强的伙伴 感谢你的收听 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 只剩下倒数四天 我们九月 全年365天 最优惠的那一天 只剩下四天 所以请到说明栏 掌握我们周年期的优惠方案 成为我们的读者 成为我们的订户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您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